嗨,大家好,我是Ben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男生穿搭是反布皮帶 那皮帶大概可以分幾種 大概就是皮帶,真皮的皮帶嘛,合成皮帶 那再來就是反布皮帶 那最常用的就是皮革皮帶 那再來就是反布的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講反布的 那反布皮帶的優點就是它的材質 它材質啊就是反布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這樣皮革可能會龜裂 使用久了會龜裂 然後雖然都會有味道 因為皮革會吸附汗汁嘛 然後反布也會 但反布它比較好清洗 它是可以做清洗的喔 你可以用刷子啊或是清洗清洗 因為它可以曬乾 可是皮革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皮革你大量碰水之後 可能就會報銷了 但很少人真的會去清洗皮帶啊 為什麼?因為這個單價比較便宜 就是幾百塊的東西 除非你想要一直才用 所以像反布皮帶這種皮帶啊 你一條大概用了好幾年 都不太有問題 最後會有問題的可能是那扣頭被你用壞了 大概是這樣子 以我們販售的經驗來講啦 那反布皮帶還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這種清除扣頭 這種金屬扣頭 然後後面就是搭反布嘛 那第二種就是這種 塑膠扣頭 主要市場就是分兩種 那為什麼會有塑膠扣頭呢 因為像如果你要出國的話 你會過海關嘛 那所以蠻多人就會買這種塑膠的 只要你就不用在海關那個地方 把你的皮帶脫下來 然後又再系上去比較麻煩 所以會有人特別找這種塑膠的 那個塑膠的 塑膠的也比較輕一點 然後這個稍微一點點重量沒有到很重 所以大概分這兩種 那尺寸的部分呢 矽膠那個跟這樣 反布皮帶他比較沒有分尺寸 因為他 你看他 第一個你看這種啊 這種是可以伸縮的 這種可以伸縮的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 上去之後 然後看你的腰圍多大 你就找 他每個洞都可以伸出來 有沒有 這樣伸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你比較小 腰圍比較小 你就也可以這樣伸出來 那像這種皮帶啊 他是有彈性的 所以他可以適合你的 看你的腰圍多大多小都可以 但如果找 不要是那種很 過小 或是那種你真的好胖很胖 就是你只要正常 體態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所以有些人會買回去說 欸他怎麼沒有洞 其實他有洞 他每個洞都 都是可以穿的 那我們也會放上那個 幾個 我們 實際穿搭的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像這個是 深藍配墨綠嘛 他都是變化在他的顏色啦 然後這個就是 黑 黑跟白嘛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是 藍色跟卡其 然後 然後 然後他的 譬如說 樹面的黑色啊 白色啊 藍色等等 像這個是條紋的 然後還有樹面的 那再來就是這種 這種 就是 我剛才講過他的塑膠口 然後他的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他就這樣子穿進去 然後看你要用 看你的腰圍 這樣就很簡單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他也沒有洞喔 所以這個好處還有一個 就是他不需要打洞 就看你的腰多 多出作氣 那如果很細的話 你可以把他用 用到這樣子 所以就是 好處就是這個 那 那這個跟剛剛這款一樣 他就是 你正常體型的話都可以 然後不要太 太誇張 然後像他 還有很多顏色 那 這是最基本的 黑色配藍色 然後 然後 卡其色 然後 墨綠色 然後 這個 我們也都有 穿搭的照片 那我們也會放在 那個 那個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 我們 的款式也蠻多的 像這個是 最基本的款式 那我們大概有 2到30款的 款式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直接到 我們的網上訂購 那 今天這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 他也會怎麼說 他也會不會 做到 那 他也會不會